迷你花束新手教程第二期 第十二圈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你把连接起立一针开始编织第十三圈 先勾一个短针挂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 然后再下一个针目是一个剪针 把这两个针目合并成一个针目 先挑第一个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再挑下一个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直接带线过来 两个线圈让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剪针 一个剪针勾好 然后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 第十三圈的规律就是 两个短针一个剪针两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重复这一组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三十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十三圈勾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拧接 然后起立一针开始编织第十四圈 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面还是一个短针 三个短针编织好了之后 下一个针目就是一个剪针 把两针合并成一针 第一个先挑 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再挑下一个 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再线过来 让线脱掉 这是一个剪针 第十三圈的规律就是三个短针 一个减针为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二十四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吧 第十四圈我们也勾好了 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连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十五圈 十五圈是全都勾减针 总共是勾十二个减针 第一个针目还是要勾减针 把两针合并成一针 在第一个减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这一圈都是勾减针 十二个大家自己勾完 十二个减针 我们勾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下 引拔连接起立一针 先拉长线圈 接着我们往里面塞入适量的填充棉 填充棉塞好了之后 我们开始勾下一圈 也就是十六圈 十六圈我们在勾之的时候 还是这一圈全都是勾减针 我们是勾六个减针 在第一个减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总共是勾六个 大家自己勾完 六个减针勾好 我们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迎接 然后我们勾两个锁针 一二 接着这一圈 我们就开始勾长针了 在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先勾一个长针 绕线一圈 穿针进去 穿透一整个折目 带线过来 脱掉前两个 然后再脱掉后两个 这就是一个长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长针上面 给它挂上记号扣 同一个位置再勾两个长针 绕线一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脱掉前两个 脱掉后两个 同一个针目 再勾一个长针 同一个针目 编织了三个长针 我们这一圈就是 同一个针目 编织三个长针 编织完这一圈 每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都需要编织三个 大家自己编织完这一圈 这一圈编织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迎接 然后还是起立两针 开始编织第18圈 第18圈第一个针目 还是先勾一个长针 在第一个长针上面挂上敲扣 接下来大家要注意的是 从第18圈到第19圈 都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长针 每一圈都是勾18个长针 每一圈勾完都要起立两针 作为起立针 所以大家把18 19圈自己编织完吧 每一圈都是18个长针 第19圈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拉长线圈 直接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这个线头放上穿线针 然后我们给它藏进织物里面 直接沿着它这个纹路 给它藏进去 然后直接断线 这一个主体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来勾它的花边部分